哈喽大家好 今天小薇本来是说好晚上跟我一起睡 但她去我车里体验了一下过后 她非要睡回她的面包车 那我们来看一下小薇的面包车 究竟是怎么样的 让她流连弯法抛弃我的越野车 来看一下小薇为什么非要住她车上 她这空间这体积确实是比我车大很多 就是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够她行走 放东西 这是这简易厨房 这个可以这样 太棒了 然后这里有个大水桶 比我车使用太多了 这上面可以坐在这里办公 然后这个也可以储物凳子 然后我的客厅你知道吗 就刚刚我们吃饭那个就是客厅 然后这个床 然后床翻起来就是两个沙发座椅 而且是无损改装 直接翻起来就是了 重点是这个床也非常棒 非常大也坐得直 哈哈哈 我们换换到那边去 让你感受一下 来吧上吧上吧 就这头然后完全无阻拦 不像我那个只能捐着 把鞋脱了就可以了 好吧 小微这个小微这个更舒服 要不我们就晚上睡小微的吧 哈哈哈 哎呀太棒了 然后这后面就在车里面能解决 办公点一桌饭 然后这边是厨房的东西 床 这边泡马桶 这里是马桶 这个是电源 就是说有水有电有床 还不顶头 给你点赞 小微你怎么 小微你怎么这么厉害 被逼无赖 哈哈哈哈 穷呗 等我有钱了 我才不要自己改了 好我们就晚上就睡你床了 其实我有钱了也想自己改 自己改的乐趣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确实 那我看一下我到时候 要不要自己来改 今天晚上到最后呢 我是抛弃了我的越野车 来睡面包车 你看看可以做运动 做那个仰卧起座 本来是说好了 我们晚上一起尝试我的 因为我那个磨盒是第一次 第一次睡 还是新的 说好了睡我车上的 结果呢 结果不要他的车 他的面包车确实要舒服一些 空间要大一些 来吧 太惨了 价格好有什么用 你才5万块 我这个你那个三倍 4倍 20万吧 新车20多 我这新车5万 到我那车的越野 我这个也越野了 你今天来那坑 我也来坑了 这个人去圣向天门 萨埔神山应该去不了 来吧 欢迎美女来睡 不能让美女冷着了 然后我 我应该拿我的睡袋 然后一人盖床 这样比较暖黑一点 放心 这是双人睡袋 好棒啊 好不容易美女来了 不能让她冷着 你睡你的睡袋 我怎么抱着你睡 我的那么厚 这个睡袋我曾经也睡过 这不是第一次 你今天你今天煮那么多好吃的给我 是不是想我给你介绍男朋友 把我喂的那么好 你要给我介绍一个吗 要给我介绍一个吗 我有那么想 因为很多人在我的那个视频时期说 哎呀巧克力好美呀 做饭又好吃啊 说了吧网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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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 网上什么 网上一大堆说 我喜欢你怎么怎么样的 结果实际了 现实了 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电源就是方便 随便移动 因为电前不能占用我的马桶 晚上我们还要用它 因为我们那个帐篷今天被风太大了 吹垮了 你会钻吗 会啊 这样 就这样把美女拐到家了 尽管我的面包车只有5万块 美女还是上车了 尽管我的车贵 我突然想说 要是我是个男生的话 我就完蛋了 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 我是男生我还完蛋了 好不好自己 就遇到你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太搞笑了 太搞笑了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因为我想跟他说一些悄悄话 这些话不想让大家听到 因为我要真的给他介绍男朋友 我要给他看 我要把手机里面照片给他看一看 好了很着急 拜拜 晚安了 拜拜 拜拜 晚安